全国职工总会在疫情期间加强培训能力 创造超过50万个培训名额 并成功为30万名员工提供培训 这有助一些受疫情严重影响的领域 例如航空以及酒店业等 可以进行重新培训并提升员工的技能 国会今天继续针对财长的预算案声明进行辩论 多名公运代表就公有的权益提出看法和建议 全国职工总会副会长阿都沙曼表示 企业需要跟上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需求 投资与员工培训 加强以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劳动队伍 在提升工作场所公平竞争环境 以及加强专业人士经理和执行人员的受工能力方面 职总助理秘书长郑德源说 我国可以加强就业准证框架 对工作场所歧视做法制定惩处框架 以及通过短期的薪金支持 帮助年长白领阶层过渡到新的工作岗位 疫情期间更多国人打零工 全国职工总会署长杨婉玲指出 虽然一些送餐平台为送餐员提供基本保险 不过我国还是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为从事零工经济等领域的工友 提供更好的保护网 杨婉玲也呼吁企业 加强灵活工作方面安排 协助职业妇女更好应对 不断变化的家庭和工作需求 冠病疫情带来不少新挑战 职总助理秘书长朱贝庆建议政府 考虑降低使用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的年龄 让年轻国人获得所需的技能培训 把握增长机遇 职总助理秘书长杨一财也指出 我国的职位空缺比失业人士多一倍 问题可能出在技能不匹配 而随着疫情改变工作常态 越来越多员工可在任何地点办公 这个趋势也将给国人带来挑战 也是新加坡消费者协会会长的杨一财也透露 帮助消费者货比三家的PriceKaki应用程序 今年将扩大 以涵盖更多零售商产品和服务